有病就要看醫生 不過動物不舒服的時候 除了看瘦醫食西藥之外 近年也有不少主人選擇給寵物吃中藥 醫病之餘更加從調理身體入手 改善身體質素減低患病機會 Tamaro Robin今年1歲 家裏有十幾隻兄弟姊妹 有幾位曾復用過中草藥應付不同的疾病 主人領養他回來後 間中有帶Robin看醫生條理 中藥相對地 一般人的認知是Mild 沒有那麼即時見效 但對我的項目是 他沒有隧道 我應該是OK的 而有些效果出現 但你的效果不是 今次吃完明天好回來 你可能要吃整個藥 因為貓狗的吸收和反應會被人流快 吃西藥他們 你可能吃完會很累 我不想他們這樣 不需要吃中藥 人的中藥可以用藥煲 煲起來再用碗飲 而動物的中藥又會是怎樣呢 你進入膠囊 你餵它 一天可能餵兩三次 一次可能餵兩三顆 寵物的中藥理論和人一樣 根據陰陽五行 雙生雙黑的哲學發展 以心、肝、肥、肺、腎 五個生理系統為中心 強調預防種於治療 醫生會配合個別動物的體質開藥科 診斷的方法同樣是 望、聞、聞切四個程序 首先是望動物的精神 形態、五官、皮膚、離胎等等 第二是聞 聽動物吸收、呼吸等等的聲音 聞一下病人發出的口氣、看臭等等氣味 第三是問 信問動物的病況 飲食習慣和過往病歷 例如排泄物和分泌物的味道 不能即場觀察到 必須透過主人口說 才可以知道動物的實際情況 最後是切 探查物像和用手觸按相關部位等等 測試病人的根骨肌肉 想知道你的寵物是否適合服用 不妨請教你的獸醫 如果想知道更多有關整存療法 就要繼續留意整存療法 知道多些了 你是不是都喜歡寵物的呢? Mocity是香港的一站式寵物資訊平台 無論是寵物的醫療、產品、消費、面諾 甚至是領養資訊 還有養得寵物的樓盤 Mocity都有齊了 我們還有全港最詳盡的寵物診所、美容院和寵物店的名單 讓你在一個地方就可以找到所有寵物資訊 所以說寵物 Mocity